佛弦万年 同生生残 圣堂 环温 祝祂 各位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平安 又在这里见面了 花了一段时间来预备这篇信息 其实预备一篇信息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每次我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祷告 去寻求 因为总想祈求神能够赐下一篇合一的信息 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但很多的时候无论怎么祷告都没有感动 所以在电脑前有时候几个小时就写不出一个字来 所以很多次跪在地上向神寻求 但是感谢神的事都是到了最后 思路就开始通达 所以这篇信息又是成型于跟往常一样 今天的凌晨两点 但是感谢神 每一次他都没有误事 所以我还可以今天坦然地站在众位弟兄姐妹面前 来宣讲他的话语 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的这篇信息很简单 其实我不分享 你们一看也都明白 但是就是因为很多简单的信息 因为他太简单了 我们却常常就会忽视掉 他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下根来 所以讲到很多都是重复性的信息 但是我想这些简单的信息更需要多次去重复 以至于这些最基本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 能够扎下根来 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 犹太人被称之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类 有一个犹太拉比叫西门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如果这世上有两个义人的话 那就是我跟我儿子 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个义人的话 那就是我了 还有一个犹太拉比 他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们祷告 他说感谢神 在全班的同学当中 我是一个犹太人 不是一个外邦人 他说感谢神 你把我造成一个法利塞人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他说感谢神 你又把我造成了一个男人 而没有造成一个女人 各位 两位顶级聪明的人士 所说的这两段话 哪一句话你听着舒服 是不是都舒服 我想都不舒服吧 但为什么他们会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们那么聪明 而且他们所说的这番话 还有一定的代表性 是有相当一部分支持他们的 一个最简单的原因 就是有病 生命当中有病 他不知道 以为是健康的 所以在大卫的诗篇第五十二篇中 他把人比喻作两棵树 请问 第一棵是什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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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是一棵什么树 好树吗 不是好树就是什么树 坏树 不过我想婉转地称 它是一棵有病的树 生了病了 这段经文的背景 是记载在《撒姆尔记》的上 二十二章 雅比米勒 这位祭司因为帮了大卫的忙 而被扫罗的私目多意看见 而告密于扫罗 结果导致八十五位神的受高者祭司被杀 而且满城的男女老幼 包括生序全部被毁灭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段历史 所以在大卫这篇诗篇的开头 第一节 他就说 勇士啊 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请问 这里的勇士 是保义呢 还是贬义 大家都是明白人 贬义 因为勇士 不应当去作恶 作恶还被称为勇士 那是讽刺他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 为什么一个勇士 明明做的是恶事 他反而为此去自夸 去炫耀 请问什么原因 真聪明 有病 真的是有病 因为他误以为他所做的事 是正确的 是对的 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就如同那两个法利赛人一样 那两个拉比一样 他们觉得他们的观点 是完全正确的 所有的族类都不是圣洁的 唯有他们是圣洁的选民 所以 生命当中 有了病 不健康 那像这位多义 像这两位拉比 因为他们有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 就如同人的盲点一样 看不到别人 看不见自己 只能看到别人 以至于这种盲点 带来很大的危害 多义 因为这样的盲点 所带来的危害 是满城 且还有神的受高者 85位祭司 被屠杀 犹太人更不用讲 漂流在世上 直到现在 很多人 很多的民族 对他们恨之入骨 那我想 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些极端的 这种错误 这种极度的盲点 我们先谈一些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见的 一些盲点 是我们自己难以去发现 你就 其实我不敢谈别人 所以谈这种信息 就得谈自己 所以我今天也是站在众人面前 开始血淋淋的 我先说有一个定语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先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这根性子 比较直 说话呢 不会拐弯抹角 对人呢 喜欢两肋插刀 所以带来两个问题 我朋友很多 但是另外一个 敌人也很多 因为我们的嘴不养人 这是过去 所以很多人呢 我都看不顺眼 我都看不顺眼 不信主之前 很多人看不顺眼 我信主之后 一到教会 刚开始还挺不错呀 后来 慢慢的慢慢的 有很多听众姐妹 我也看不顺眼了 其实是 不是我看别人不顺眼 是我自己太不顺眼了 其实是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是 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 言行举止 不太一致 或者是在某一些观点上 不太相合 大家有不同的看见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问题 就会造成 因为他不合我口味 我不舒服 所以我就看不顺眼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教会的牧长 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你们知道什么外号吗 监督 标准的圣经职位 那意思是 我四处盯着人看 挑人家的毛病 而且还挑教会的毛病 我那个时候 可能还真有点名副其实 这还是以前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还常常的动怒 我动怒 我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做事太不像话 我每一次发脾气之后 我就觉得我是义愤天鹰 我信主了之后到教会 我看不惯 发脾气 我找到更好的理由了 主耶稣也发脾气 易怒 后来时间久了 生命也逐渐成长 我就意识到 过去的所谓的义愤天鹰 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怒气满胸 所以看不见 我想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 或多或少 都会存在着这一点点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那是我们的盲点 它可能会非常小 但是它却会伤人 它却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都未可知 所以 树有病 人如同树一样 会有病 我们生命当中 不只是有这一种病 会有很多病 你看看第二节 你就知道了 第二节说 你的舌头邪恶鬼诈 好像剃头刀 快力伤人 邪恶鬼诈的舌头 舌头在我们的身 身体里面 是最软弱的 但世人却把它比喻为刀 是剃头刀 现在可能不常见 如此之锋利 随时能够划伤别人 所以我们的舌头虽软 但是却很厉害 所以在雅各书三章六节说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你瞅瞅舌头 真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说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杀人不见血呀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 一人吐口吐沫就可以把人淹死 这是真的 有人就是因为别人一句话 这里边就是顺不下气来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事情少吗 所以 舌头有毒啊 需要清洁 所以这个时代 我就觉得进入了一个保养的时代 你看我们皮肤需要保养 头发需要保养 指甲需要保养 到最后现在手指甲都开始保养了 从头到脚 我们都在保养 但这个舌头 我们却忽视了 我们最需要保养它 因为它这么厉害 这么毒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 叫刀子嘴 刀子嘴 你看 你看你们都知道是吧 你们喜欢这样的人吗 谁喜欢你举手 没有人喜欢这样刀子嘴的人 但是很多人 但是很多人都是刀子嘴 像我一样 以前 不能上诞了 所以这嘴 实在是厉害 所以我想 主耶稣说一句话 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所以我想这个刀子嘴 豆腐心应该给改掉 换成 是吧 柔和的嘴 谦卑的心 让我们嘴上有温柔 能够发出甜味来 能够滴下 如同芬芳下 芬芳 滴下的蜜 那样甘甜 能够滋润人的心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变成刀 要去杀人呢 所以若 我们的舌头不被制伏 不被勒住 不说 肯定积极鼓励 建造别人的话 我们的生命 就会停止在一个状态 不能走向成熟 一个人的嘴唇不竭 他的生命很难健康 灵性很难成熟 刚信主啊 那段时间 我上了一堂课 那堂课的主要讲什么 我还记得一点 就是关于如何说话的问题 老师当时呢 带了一本书 那本书呢 是美国作者写的 翻译成了中文 叫《爱的五种语言》 很多人看过 那广长肯定知道 老师呢说 等上完这堂课 我看看呢 我把这本书送给谁 哎呀 结果下课了 那本书你们知道送给谁啊 哎呀你们真聪明 送给我了 哎呀我高兴啊 全班 哎当时十几个同学 都是教会的同工 我那时候刚信主啊 送给我了 哎呀他心里甜呢 舒服啊 不过好像没过多久 我就回过味儿来了 你们都听明白了 那我就不用解释了 老师把这本书送给我 是对我的鼓励 因为我在言语上 欠缺爱 所以他早就预备好了 他看看班上哪个学生 不像话 他就把这本书送给哪个学生 这是以前啊 要不现在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生命中 有各样的病症 除了我们有很大的盲点 或者很小的盲点之外 我们舌头 有这样的邪恶和诡诈 我们还爱恶 说谎 第三节 说 你爱恶 胜死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公义 人为什么爱恶 人为什么爱恶呢 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喜欢做恶 你给我几个词 为什么喜欢做恶 小光 你不做恶你是好人 但为什么人都喜欢做恶 做恶刺激呀 你看看外面世上有多少人 愿意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 不愿意 不愿意进到光明当中 因为他贪恋那个恶 恶对人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 就是罪恶 就是罪恶的独钩 你可以被圣经形成独钩 把我们里面的欲望被全然的勾引出来 不能够自拔 常常深陷在其中 这是人的本性所致 我跟有些人都讲过 我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不是很可爱吗 做baby的时候是不是很可爱 有人说你长得歪瓜裂枣子 每个人都看待一个baby 都想抱一抱 亲一亲很可爱 但是为什么越长越不像话 是因为在我们生命里边 有罪恶的本性 以及加上后天环境的恶劣 而是我们病得更严重 有的人在相对好的环境里面成长 生命就相对健康 有些人就在很恶劣的环境成长 他的病就很重 所以他对恶 有一个天生的这种取向 就像如今的同性恋一样 居然在整个美国被合法化 爱恶 有一个比较小 比较简单 但是有最基本的恶 这个是应当我们看见 应当去杜绝的 就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的 这个谎言 我们华人 对这个一点不陌生 对不对 我们从小 也不怪我们 我们从小都不是被骗着长大的 你问问你爸妈 你想想你爸妈以前怎么骗你 别哭了别哭了 你待会就给你买什么买什么 很多次是不买的 偶尔买一次 是不是这样 骗的更多了 你到学校老师骗你 同学骗你 然后到社会上领导骗你 同事骗你 所以坑蒙拐骗的事我们都见多了 没有诚信 全是谎言 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 我们怎么健康 我们很难健康 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如果我们不拒绝这个最基本的谎言 那是很可怕 你有没有想过 你告诉别人你说 主耶稣复活了 他问你什么时候复活了 你说两千多年前 他说你走吧 昨天你还蒙我呢 他怎么可能相信你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不把这个谎言给杜绝 耶稣的复活就是假的 但是现在到两千年多年后的今天 全世界有几十亿的人 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活着 才有了今天的信仰 靠什么 靠的不是骗 从使徒时代一直传承 这是一个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个事件 被一个个诚信的人 被一个个诚信的人传承下来 以至于你信了 我信了 我们还要继续告诉其他的人 这是真的 民间 曾经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记载 说有一个罗马的军官 他去追杀这些基督徒们 当时在罗马的社会 这些基督徒被逼迫 都躲在坟墓里面聚会 最后他终于发现了线索 进入了坟地 那天晚上 他看见一个老人在月光之下 向一群人在传讲一个信息 那个老人就是彼得 他听这个人讲的信息非常简单 他就是讲曾经他所经历过的 这位叫耶稣的人 他被钉死又复活 升天这样一件事情 他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月光之下 他内心就充满了感动 他说这个老人 他所讲的这个事情 绝对不是假的 他说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 撒谎的人 求神真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生命里面 能够释放出这种 没有谎言的 诚信的这种品格 你让人看见你就觉得你这个人 我上次说过北京人说靠谱 信得过 信得过 难道你真的想 回到我们中国现在那个社会 谁都不信谁 爸妈都不信了 兄弟姐妹更不用谈了 同事们更不用谈了 大家都防 所以大家都是学历满身武艺 那武艺全是防的 人人自卫 这样好吗 所以 这都是毒 这都是病 有病 一个有病的人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第七节所告诉我们的 指依仗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 建立自己 为什么一个人 喜欢去建立自己的势力 财富也好 或者地位也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往往是因为 缺乏安全感 他害怕 他胆怯 他胆心自己的地位 所以他拼命的要抓 要抢 要统治 你看看历代王朝的君王全是这样 但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在建立邪恶的势力 他不是在建立神的国度 他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 那不宜神为他力量的人 所以我们 基督徒需要施力 需要靠山 但是我们的靠山 不是自己建立了 是他本然就存在了 那就是这位造天地 沧海桑田万物的主 他也只有 他是我们唯一的势力 唯一的依靠 所以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 要提到耶和华神的名 是诗篇二诗篇七节说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也告诉我们 万军之一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所以 一切的势力都是土然 唯有神 最后 唯有神能够真正 建立我们 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 所以ice of grace 除了他,没有帮助,没有力量 但是一个寻错了方向,生了病的树 一个错位的生命,他最终的结局 他面临的,就是第五节的所说的 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从他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结局是很残酷的 但我们要用一个心态来面对它 那就是,结局也是现实的 这种例子不用举了 现在又是遍地都是 所以,之所以还没看到那个结局 是因为他的恶贯还没有满盈 有笑的时候,什么时候笑? 你看看,第六节说 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 一人看见神做的事 他产生敬畏之心 因为这个结局实在是太残酷 一个恶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他可以,因为他内心中没有惧怕 他可以放纵自己的行为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他内心当有一种敬畏 他不敢任意妄为 因为他要面临惩罚 他知道有这一天 当我们常常在思想上帝爱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 我们这位充满了慈爱的上帝 他同时又是公义圣洁的主宰 他不容忍罪的存留 他饥饿如仇 所以时候到了的时候 神必要审判 那个时候 一人要发笑 不是嘲笑他们 不是讥笑他们 而是因着 看着神得胜的局面 而享受在这种胜利的喜悦当中 所以一棵有病的树 一棵有病的生命 结局可能会很凄惨 那我们都不想成为这样一棵有病的树 一个有病的生命 我们都想成为一棵什么树 好树 健康的树 哇 说话越来越婉转 说好树没错 相对好的树 我们不敢求成为一个完全好的树 但是我们可以求 我们成为一棵相对好的树 所以在第八节 让我们看见 大卫有一个心愿 他说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青甘蓝树 我永永远远 依靠神的慈爱 神的殿中没有青甘蓝树 诗人这样说是一种比喻 他把自己比喻作一棵树 在神的愿中 沐浴在神的恩典 阳光之中 所以 就像神殿中的青甘蓝树 让我们看见 人 应当进来 进来 进来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进到神的殿中来 不是游离在神的殿外 有一些弟兄姐妹 已经信主了 可能就是不进来 在外边 在外边游荡 神在地上设立教会 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神要将信他的人 带到他的殿中 来栽培 来呵护 让他能够健康地成长 说一个人 如果信了主 不进入神的殿中 我外面的风雨 很大 随时可能把我们 给摧毁 虽然在神的殿中 也有一些风雨 但 沐浴 春风 那时候 还是多一些 所以 若是我们已经信主了 还没有进来 我们要进到神的殿中 进来之后怎么办 就像神殿中的青甘蓝树 请问 这个青甘蓝树是在哪里 在哪里 在天上还是在哪里 在地上 这棵树 要生长在神的殿中 要进入到神的院内 要种下 要扎下根来 我们进入了神的殿 但是要种下 要让我们的生命 与神殿的泥土 来混合 用神殿的泥土 来滋养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长出根来 要种下 教会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进来了 每主日也参加崇拜 有时候也来参加 查经班 但是呢 他今天在这个教会 明天又跑到那个教会 或者这段时间 在这个教会 这段时间又在那个教会 有的牧者就给他 起个名字 说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 叫兔子 就是跳来跳去 神在地上 设立了许多教会 但在相对 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神为我们 预备了一间教会 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 你不可能把自己 劈成几半 我们只是一个生命 当然我们可能会因着 学习 工作 等等各样的变迁 离开我们原来的教会 通常情况下 带领你信主的那间教会 就是你应当为生的教会 除了这些特殊的情况之外 因为那是我们蒙顿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殿中 还要种下来 种下来之后怎么办 种下来之后下部是什么 长啊 对啊 长啊 需要长啊 就像神殿中的青甘蓝树 这棵青甘蓝树 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几百年的寿命 四季长青 它枝繁叶茂 而且能结出果实来 还能榨成油 是成为现在世界上 最纯净的油 所以要进来 要种下 还要生长 而且要枝繁叶茂 但是 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 很好 但是环境 却是显恶的 我们的环境当中 常常有诸多 像多亿这样的勇士们 挑战我们的生命 教会 教会当然比社会好多了 当然 教会 也是一群 罪人聚集的地方 在教会也当然 有很多的多亿 这些所谓的勇士 常常常会把我们的弟兄姐妹 咬得遍体磷伤 所以 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生他 养他 更伤害他的地方 他们甚至已经失去了 起初侍奉的热忱和爱心 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神的殿中 我们怎样能够去凉造 这个土壤 使它更加松软 更加有养分 以至于真正能够滋养 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 而不是列出一条条 一框框 来限制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环境是险恶的 世道是艰难的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其实世人在第一节 已经告诉了我们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无论环境怎样 神的爱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 在各样的境遇当中 神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看着我们在哭 在难过 在流泪 他陪着我们一同走过 这段时间 神必会为我们 开出一条新的出路 所以世人就立志 他说我要永永远远 依靠神的慈爱 唯有此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在环境 面前 我们选择的 不应当是退缩 而是像世人这样 去依靠 去仰望 甚至为着神 所兴起的这个环境 而感谢 感谢神 给我这样一个环境 因为它是为着我的益处 为着我的生命 是我更加的成熟 我也要在你圣明面前 仰望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没有别的名 只得称颂 只有神的名 没有一棵好树 只有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这一棵好树 我们是被称为 算为一个个好树 但是我们生命当中 却有各样的败坏 求神来帮助我们 神的意思本是好的 兴起这样的环境 让我们在期间来成长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为着今天这个信息 我们再次献上感恩 主我们谢谢你 主这样爱我们 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主在这一切当中 我们知道 主有我们喜欢的 有我们不喜欢的 但是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主你的美意 主我们常常难以晓得 但是主 你最终是我们看见 我们主必要与你同在 享受那数天的喜乐 主求主你怜悯我们 体恤我们的软弱 我们就如同一棵有病的树 我们生命当中有各样的败坏 主啊我们舌头诡诈 主啊我们有很多的盲点 主我们甚至撒谎 我们有各样的恶毒在我们里面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清洁我们的心 给我们正直的灵 让我们里面的生命 主啊真是一天心死一天 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停止 活在过去 将我们的生命观念 都一一地更新 让我们真是看见神 你的慈爱 你在掌权 你的怜悯 主 你与我们一同爱哭 一同欢乐 主啊帮助我们 主 我们知道我们的路很长 主我们要走完这人生的道路 和侍奉的道路 要面临各样多亿这样勇士的挑战 但是主 你是创造天地万物 沧海桑田的神 你在掌管一切 主让我们真是将自己 种在你的殿中 永永远远 仰望你的慈爱 我们为我们的环境 再次献上感恩 谢谢恩主 奉耶稣基督命道 阿们